各位 今天來到這個商場 熟口熟眠 大家應該猜到了 九龍堂有一城 今天大堂有些展覽 這個公仔 我不太熟悉 你們熟悉就跟我說 這是什麼公仔 有個展覽 模型戰車 因為現在下午三點多 加上今天是星期二 商場人流稀薄 不是很多人 這位就是我兒生 商場裏面 那麼多人最高是六尺四 他現在很喜歡這種模型 給我偷影 現在來襲擊我 剛才在旺角 天氣太熱了 全身濕了 來到這裏 在旺角走完 走了來這裏有一城 打算找些小東西吃下 其實不是肚子餓 打算找些東西吃下 這裏有一間上海舖 很有名的 王家沙 以前經常來這裏 近來就少了些 王家沙 人不是多 因為現在三點半 所以 沒什麼食客 只有幾台 這裏 這裏 就是我們今天 去完旺角 跟阿Delen買完東西 接著就來有一城 有一城這個叫做 王家沙食上海 我這碗就是 蛋蛋米 八十元 少少辣的 那碗都幾大 那碗大呀 裡面的東西就不是 不太大 接著這個就是酸辣湯 酸辣湯是我吃的 酸辣湯一碗 九十八元 九十八元的酸辣湯 香港的東西吃到貴了很多 你在 大陸住過之後 覺得香港的東西貴 覺得香港的東西貴很多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 這個賣相挺漂亮的 菜旁蟹 上海吃的 上海食品 菜旁蟹 很多人都試過 其實今天我們不是吃午餐的 我們今天就是 這個叫下午茶 我們今天就 走來吃點東西 在這裡吃點東西 下午茶 因為 Diland想吃 上海食物 所以帶來這裡吃 這位就是 Diland 吃吧Diland 他沒有喝的 你試試看 他說沒喝過這個湯 吃一下 因為他 有花生醬 那些食物呢 有些都不習慣 這兩塊是黏飯, 是Delen餅餅來吃的 小龍包 因為我們現在四點 吃完之後, 七點又再吃晚餐 我們今天吃了427元, 吃點心 怎樣? 覺得很好吃嗎? 這裡的食物都好吃, 不過實在很貴 加上現在香港的食物, 很少都可以吃 小龍包又好像小了一點 小龍包又小了 以前的貼飯很大塊, 現在的貼飯很小 那些貼飯是42元, 兩個 即是唯一一條貼飯 是貴一點的, 我吃上海淡淡面是88元 吃滿200元就可以... 下位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還是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現在香港的食物是貴的 OK, 我們吃完這餐 拜拜 準備去買下東西, 拜拜 請訂閱彼奇哥頻道 點讚 還有給個LIKE 謝謝 謝謝